清明搜墓怕塞車呢 在捷運靈光站這邊 已經擺出了接駁公車的牌子 方便民眾參考 清明假期即將到來 最擔心的就是 記組心情被阻塞交通打壞 難怪婆婆媽媽們 站在接駁站牌前 研究掃墓公車路線 假日會很多人嘛 那我們也平日比較有空 就比較不會跟人家人擠人 為了因應掃墓的龐大車潮 北中南都按照網立 規劃掃墓接駁車 台北地區規劃五條接駁車路線 無論到南港縣軍人公墓 或木柵 富德 領古塔 通通有車可搭 台中接駁車則集中在 各區公所前定時定點發車 至於高雄的民眾也不用擔心 只要捷運出入口 都有接駁站牌 總共有十條接駁路線 就是要搭接駁公車 方便多了 以前掃墓的時候人幾人 一定不會在就是 四號那天掃 可能會提前 不少人提前掃墓 都希望能在四天連假時出去玩 但要注意避開掃墓車潮 北部地區淡水 金山以及萬里 附近都有公墓 宜蘭五街鄉 南部嘉義水上鄉 和台南市佐鎮區 預計都會有大批掃墓民眾 要出去玩 記得這六大塞車路段 例如說那麼國道科運的部分 本來可以從頭城上的 那如果區域的這個交通很曬的話 就往南走 然後從其他的交流都上來 要舒緩高峰車流量高速公路 將進行高乘載管制 以國道五號來說 四月三號看四月四號 早上七點到中午十二點 南下車流量估計最多 達兩百八十萬輛次 說將尾聲北上車潮 各不容小看 針對下午三點到晚間八點 進行高承載管制 尤其四月六號 將出現另一波手架車潮 清明假期出門 不想被塞在動彈不得的車陣中 妥善運用大眾運輸工具 以及避開車流高峰期 就能省下在高速公路上 走走停停的寶貴時間 記者董佑俊 謝偉 台北報導